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严重 使得国家内乱就要爆发 曼德拉坚持使用非暴力的方法解决问题 经过四年的努力 曼德拉以一个黑人的身份竞选上南非总统 但是国内种族对立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这天曼德拉早上起来要去晨练 两位保镖就跟在后面 此时来了一辆面包车 让保镖紧张起来 原来是一个送报纸的看到报纸新闻的头条 南非很多媒体都不看好曼德拉的执政能力 曼德拉刚上任就让总统府的工作人员紧张起来 因为大部分都是白人 因种族歧视问题 他们猜测总统会把他们开除甚至调离岗位 曼德拉知道之后 赶紧把他们召集起来说 面对种族歧视 我是持反对态度 国家需要你们 你们留下我很高兴 能为国家都出一份力 这才稳定住总统府的人心惶惶问题 此后曼德拉还对自己的安防问题做了调整 这十几个白人闯进了黑人保镖办公室 说是我们也是总统的保镖 这对黑人保镖们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就拿着调令去质问曼德拉总统 曼德拉说要想解决种族歧视问题 就要从身边坐骑 这让黑人保镖没有话了 同意了总统的命令 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中 曼德拉也出席了 因为这是南非跳龄队和英格兰的一场比赛 关乎国家荣誉问题 这让在场的安保人员非常头痛 因为曼德拉总统在球场跟每个球员握手 甚至还走向了观众台和观众聊天 这样会给一些激进反对分子有可乘之机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跳龄队的表现不如人意 这时的黑人却给英格兰的队员加油呐喊 不为自己的跳龄队加油 这让在场的总统有了一个想法 要赶快拉投资 以给橄榄队最大支持 到世界杯还有一年时间 差不多也能来得及 最后当然这场比赛 跳龄队也输掉了比赛 输掉比赛的队长皮纳尔也在为之后的世界杯比赛而发愁 在另一边 国内体育协会的黑人正在开会准备废除现有的体育服装颜色 此时的总统得到宪报 赶紧去了会场 如果此议案通过 国内的种族矛盾势必进一步激化 在场的黑人还以为总统会站在他们一边 结果不如人意 遭到了他的反对 这让大多数黑人不理解曼德拉是为了国家能走向繁荣 首要就是把人心惧齐 才能实现繁荣富强 这时的皮纳尔队长的家里看新闻报道 南非总统把三分之一的个人工资捐了出去 这让他们感觉势在作秀 就在这时总统让皮纳尔去趟总统服 这让他们很吃惊 第二天皮纳尔从安保人员口中得知 曼德拉总统非常平易近人 此时的皮纳尔心里有底了 见到曼德拉总统之后 谈话当中更让皮纳尔不知所措 没想到总统比想象当中还要好 皮纳尔得到了曼德拉总统的鼓励 更是为了世界杯比赛有了信心 此后 橄榄队得到一个上层的命令 要下去为基层的孩子们做指导 他们一队人到了一个球场之后 黑人孩子们都不理睬白人球员 而对黑人球员比较信赖 在球员的不断努力下 黑人孩子已经忘记了种族歧视问题 和他们也打成了一片 这让化解种族歧视问题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此后的队员训练当中 曼德拉总统更是以身作则 多次去球场给他们加油鼓励 这让在场的球员更有信心 特别是总统临走之前给皮纳尔的一首诗 让皮纳尔更是对曼德拉总统另眼相看 到了世界杯比赛的当天 南非跳龄队就赢得了首场比赛 这让曼德拉总统很是高兴 终于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 好的开始已经呈现在面前 在球员们的不断的努力下 终于进到了总决赛 总决赛开始之前 曼德拉总统以一架飞机飞过球场的方式 为南非跳龄队加油 这让在场的安保人员须惊异常 决赛开始 一个回合下来 队员们的身体就像给操控似的 皮纳尔就赶紧把队员叫到一起 给他们打起了鸡鞋 以资鼓励他们 这个时候比赛当中双方还起些冲突 这让电视机前的南非观众 把心都提到了嗓子言 此刻他们也不伦种族问题 给他们的国家队呐喊加油 从来没有看到他们能这样如此统一 随着皮纳尔的一脚远射赢得了一分 此后的比赛 新西兰队也是厉害 竟然很快就把分扳平了 这让体力耗尽的双方不得加赛 在残酷的加实赛中 双方几乎只能靠自己的坚强意志打球了 距离比赛还有七分钟 全场响起了天佑南非的歌声 队长皮纳尔也鼓励大家用心听着来自同胞的声音 坚持到底 中场结束前时间 所剩无几队员奋力把球传了出去 随着一脚远射终结了比赛 这支不被看好的南非队奇迹般的赢得了比赛 全南非的白人与黑人融在了一起 抱在了一起 在那时的镜头里出现了很多白人和黑人激动的抱在一起的画面 由此诠释了伟大的总统曼德拉为此所付出的一切代价 把整部影片推到了顶点 从此以后 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就渐渐的消除了 多么伟大的曼德拉 多么伟大的跳龄队 影片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次再见